丙君主 通州城少卓 顾少主求见 公子是来提亲的吧 我们家郡主 中兵不起了 那么那位是 好吧 那我一视同仁 他们怎么走 你怎么走 公子 这边请吧 这里有三个木箱 只有一个 里面才有彩蝶 请公子答出此题 郡主可是爱蝶之人 是又如何 我家郡主爱花爱草 爱蝶爱蜂 爱天地万物 公子搞不定的 不送了 三箱之内皆无彩蝶 想必在下已是猜中 这三个木箱 张位颇重 乃是张目所致 但彩蝶极怕张位 一旦入内 必难救活 郡主若是爱蝶之人 必不会将彩蝶放入其中 这天地万物 只要细心洞察 必有所得 还有 在下并非为提亲而来 此信是家父 想与奎州城郡主 商讨粮仓赈灾一事 特派我前来递交此信 命我务必亲自 交之郡主手中 方才有诗带课之道 都怪我被查明来意 还望少主见谅 素温马府 登门提亲 如同登天 今天我算是剑神 女柔草 少主好眼力 这是我们家郡主 最喜欢的花 我不喜欢 女罗草 需攀附而生 无法自俗 如同一人之人生 需要一副他人而无 人生是自己的 你我都不该为了别人 让自己被困住 信已送到 在下就先行告退 少主远道而来 不如在府上歇息片刻 喝杯薄荷茶如何 这是我们家郡主 最喜欢的味道 心领了 郡主既以木箱难题 打发他人 想必是不愿意被打扰 我也一向不愿意 麻烦他人 告辞 告辞 优优独的味道 把她们给的 我今天吴架下来 不愿意被打扰 所有的优秀 用的都是 虽然 跟上那一副 我你有恮意 这才是不愿意被打扰 那是他人 正式是不愿意被打扰 有个性 不卑不亢 更是毫无矫情 迎合之姿 你多虑了 她是名花有主 本来就无需讨好 其他女子 没有 我打听过了 她同你一个模样 成天埋在城里 操兵处理政务 多少名门闺秀清雾 她都以城物繁忙 为由拒绝 好一个天地男儿啊 要不你嫁她 郡主 这位少主 是我见过最好的了 她说的没错 谁都不该 让自己被困住不是 难不成你要终老一生 等着这么多年 毫无音讯的狼仔回来吗 当初她落入河谷 你日日寻找 弄得身子都垮了 受伤的腿 留下病根子至今未遇 她要是能活着出现 早出现了 若是可以 我多么希望当年受伤落骨的人 是我 我没有等 也没有资格等 她曾是那么地信任我 而我却背叛了她 若是她没有死 一定早已远离 把我这颗 她生命中的灾心 忘得一根二尽了吧 郡主你不要内疚 当初你赶她走 也是情非得已 并非出自真心啊 是否真心不重要 并不知情的她 受伤必是真 她若还活着 我只希望她可以过得好 像从前那样爱吃肉包子 爱和别人抢糖葫芦 我依然愿意相信世间的美好与善良 若是 还有一个贤良的女子可以陪着她 不会像我那样对她遗旨气势 这便更好了 怎么反倒变成本郡主安慰你了 对付那些公子 我都快烦死了 走 陪本郡主上街散心 顺便给爹买个礼物 等她回来讨她欢心 是 哎呀